城市里的屋顶除了遮风避雨 还可以怎么更有效的利用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茂盛的南瓜园 空心菜 以及硕大的丝瓜 这里是卢州国小利用饮菜共生 水耕装置运作的屋顶农场 当初学校为了要解决热岛效应 跟建立学生环境有趣经营的概念 所以设置了屋顶农场 萝卜皮 韭菜 还有那个九层塔 这些都不能放进去啊 对啊 都不容易烂 当初这个饮菜共生系统 一开始我们是喂食蚯蚓 这个剩下的那些菜叶 给蚯蚓吃 那蚯蚓吃了之后呢 阿索牌的分辨会随着整套的水油系统 流经所有的这个种植区 那这些这些菜叶植物 它会吸收流经的这些天然的养分 成长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食物链里面来 学生的参与为自己带来满满的收获 就是第一个是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二个就是让他们更增加了环保的意识 能够知道将无用的沸汽物转变成可利用的再生资源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绿罗曼、鹿角A菜、红火焰以及福山菜的翠绿菜苗星星向荣 在屋顶农场见证大自然的生命力与美丽 卢州国小李宜恩配音、刘慧宜老师采访制作